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中时战友虎牛露露 有人说石墨烯是下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 美国人对此则有不同的看法 石墨烯这东西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润滑 杀菌 坚韧 所以一代微软巨头比尔盖茨 在发现这款材料难以被做成家用计算机的时候 决定进军另一个产业 石墨烯安全套 而且他们进军的产品 竟然还真做到了 但是中国科学家偏偏不信解 他们觉得这么好的材料 如果不发掘出全部性能 简直就是浪费 所以经过长期钻研 他们终于突破了石墨烯 制作高速晶体管最大的难题 没有代锡 做出来速度在老式晶体管 1000倍以上的高速晶体管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每秒百亿亿次运算速度的超算 已经开始向中国人挥手了 这个速度到底有多快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概念 百亿亿次超算运算 一小时大概就相当于 全中国所有人加在一起 用手按计算器 连续不吃不喝 算200个世纪 那么这个速度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全世界最快的超算 是美国的顶点 运算速度是每秒20亿亿次 速度是百亿亿次 超算的五分之一 我们假设同样一个模拟实验 我们一小时里可以比顶点多做一次实验 那一年就相当于多做了8760次 所以说石墨烯晶体管就是中国人实现对美国科技直到超车的希望 然而就是这么强悍的材料 被美国人还是比尔盖茨拿去做安全套了 实在是有些爆甜甜物啊